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跟大家聊聊东南亚 东南亚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关于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 然后跑到了美国 可能很多的朋友看到这种新闻 就会觉得哇,东南亚不稳了 东南亚出问题了 但是大家得知道 这个新闻表面上要么有些朋友觉得无所谓 要么就觉得新加坡可能要转向 东南亚要转向 但是你看去新闻的里面 李显龙其实并没有给美国人一个好脸 虽然说李显龙跑去了美国 虽然说你从这个新闻里面能看到 美国人用这种小手段很有意思 很好玩,让美国这种小手段还挺聪明的 但是你现在国力实力下降的一个情况底下 你的小手段变得慢慢没用了 大家能够从这一点能够看到 美国身上这一个特点 很好玩,跟大家读一下这个新闻 李显龙总理与美国防长奥斯丁确认 两国防务联系 讨论乌克兰课题党 然后的话讲一下李显龙到底说了哪些 就是说美国说了很多关于乌克兰问题 关于东南亚的一些话 可是李显龙说 然后的话多年来面对艰难的国际挑战的时候 新美两国持续密切合作 在冠病大流行期间 新美两国的陆军陆空基地和港口始终开放 谈到乌克兰问题 李显龙解释了新加坡 为什么采取坚定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立场 他说新加坡坚持原则 因为主权领土完整 国界的原则不得违反联合国宪章 这对新加坡而言是根本性的攸关存亡的问题 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觉得 这李显龙这不是说什么反对俄罗斯吗 大家得知道 你看看李显龙后边说的那些话 全都是中国的那立场里边的一部分 中国的立场说的很清楚 尊重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李显龙只是复苏这个东西 大家明白了没有 其实美国想要干什么 想要借着俄罗斯乌克兰这场战争 挑动东南亚 东南亚对于中国来说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双边都很重要 对不对 经济贸易的往来那么的高 对不对 然后的话互为贸易伙伴的第一名 虽然说现在东南亚有点往下去掉 但是的话这个状态 那也是很厉害的一种状态 第二名也很厉害 对不对 这是东南亚对于中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性 东南亚 然后的话 对于美国来说 如果损失了 让东南亚跟中国翻了脸 然后大家就知道这个结果了 对于美国来说绝对有利 对于中国没有任何利益 可是美国很聪明 他抓住了这个李显龙 而且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什么呢 跟大家讲下一个新闻 就是说美国的贸易官员将考虑 是否对东南亚四国太阳能设备征收关税 以防中国曲线避税 这个新闻从标题上来看 就是说美国要对东南亚的这个太阳能产业动手了 对不对 什么还是为了防止中国曲线避税 因为有些中国的企业跑到东南亚去设厂 然后的话 东南亚的利益是一体的 大家得知道 东南亚东盟十国的这个关系是十分十分紧密的 是你离不开我 我也离不开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然后的话 东盟这种关系 如果东南亚有些国家被美国收拾了 而且利用的是什么 那么中国的这种借口 那对于新加坡来说 就会产生压力 大家得知道 新加坡这个国家在东南亚小心翼翼 不要以为新加坡有钱 新加坡还有一些什么美式的一些装备 不要以为是这种状态 新加坡在东南亚就是一种 这小心翼翼啊 然后的话就是特别特别小心求生活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 因为它太小了 而且太有钱 而且它在东南亚属于一个异类 为什么呢 华人国家嘛 对不对 大部分的人都是华人 他特别特别的小心 你毕竟啊 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个外人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你还有钱 外人又有钱 你稍微有点不对付 其他的国家就得来收拾你 所以说呢 美国利用新加坡这种奇奇怪怪的这种心态 揪住了这个李显龙来跟我谈判 起码你要代表东盟 然后来跟我说啊 在俄罗斯乌克兰 这个问题上面的一些硬化 可是李显龙撑住了呀 对不对 说的话 虽然说我坚决反对俄罗斯啊 入侵 但是说的话后半句 那就是中国立场第一条 对不对呀 坚决的啊 那个什么尊重啊 然后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对不对呀 所以说呢 这个算是这个李显龙吧 算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啊 美国这种小手段其实挺好的 李显龙毕竟是第三方国家 如果说逼的李显龙喊了一个十分十分重的话 比如说在俄罗斯乌克兰这场问题上面说的非常非常重 反对任何中立的国家啊 对不对 中国我也反对 印度我也反对 你就看一看东盟非得乱套了不行 如果东盟乱套了 那美国就可以趁机得利了 可是李显龙的这个反应 这个反馈挺好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我反对这个俄罗斯侵略 但是的话重复了一遍中国的立场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 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说 你老五是不是硬牵连这些新闻 然后的话 说什么美国制裁什么东南亚的这个太阳能设备 因为没制裁新加坡啊 对不对 制裁的什么泰国越南这种地方 没有新加坡 新加坡啊 没有太阳能产业 大家得知道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东盟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很密切 也很特别 也很敏感 新加坡这个国家在东南亚待着啊 毕竟是一个异类嘛 你这个异类 然后的话 所说的一些话 所做的一些事情啊 你必须得维护东南亚的利益 你去美国谈 你怎么样解决东南亚啊 这个什么太阳能 太阳能设备的这些问题啊 如果美国制裁了 东南亚生产的太阳能设备 那你就想一想嘛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你新加坡去美国谈了个屁啊 对不对 你不能得罪美国 美国抓住了这一点 有点小聪明啊 美国这个小聪明 真的很有意思 他既拿住了新加坡的这个 这个本身 他自己这个国家定位 这个国家在东南亚的这种 特别的这种状态 而且还拿住了东南亚 其他的国家 然后的话 你必须让这个李显龙 要为其他的国家来说话 来向美国求得妥协 获得美国 不要制裁什么东南亚的 太阳能的一些工厂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你李显龙 你得向美国表忠心 然后的话 然后呢 那你就得在俄罗斯 乌克兰这个问题 喊硬话 美国很聪明 这种小聪明是有的 可是有一个问题 美国忽略了 就像我一直以来跟大家强调那样 我得罪美国没成本了 现在大家得知道这个问题 得罪美国没成本了 得罪美国有什么压力吗 对不对 南非也反对 对不对 白约东扩造成了战争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巴西也反对 支持俄罗斯在G20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从这些问题上来看的话 美国国家实力往下去调 他又想做不符合自身国家实力的一些事情 结果呢 你搞东南亚 搞得动吗 李显龙这种反应 我不能说他有90分 他有60分 60分就足够了 我一边支持你美国 一边我重复中国的话 我看你美国怎么着 对不对 你能说我说的不对吗 对不对 你能借着这个问题 给我拍桌子掀桌子吗 你是掀不了的 但是的话 东南亚这些事情啊 我既没有美国翻脸 但是我也跟美国说了应该说的话 东南亚其他的国家 拿我新加坡 也是没折的一种状态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大家一定得知道 其实这出现这些新闻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李显龙去美国 有一个前因 就是美国要对东南亚的一些太阳灯设备 动手 这样的一个原因 这是起因 但是的话 他有整个事件的一个基础啊 这个基础是什么 这基础就是中国 跟大家讲下一个新闻啊 然后的话 咱们就可以看到 王毅啊 最近说话了 说亚洲国家绝对不是啊 大国对抗的棋子 这话很有意思 这话很有意思啊 跟大家读一下 中国国务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啊 赴巴基斯坦 伊斯兰保 然后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 外 外长理事会 并访问巴基斯坦 阿富汗 印度 尼泊尔之后啊 昨天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说 要维护本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 发展局面要抵制在亚洲 引入阵营对立 制造动荡紧张 亚洲拒绝成为大国博弈的棋盘 亚洲国家也绝对不是大国对抗的棋子 哎呀 这个世界上面 现在的这个大国对抗 那是中美的 中美的大国对抗 结果呢 中国的王毅出来说 亚洲不是大国 大国对抗的这个棋盘 然后亚洲不是棋子 然后说这种话 其实很有意思 指的是谁呢 那肯定是某大国 对不对啊 我中国又没让大家当什么棋盘 当什么棋子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指的是谁呢 就是某大国 就是某大国最近啊 借着东南亚想要搞事情啊 而且王毅这次算是啊 这次啊算是访问什么 巴基斯坦 阿富汗 印度和尼泊尔 很有意思 大家得知道啊 巴基斯坦 阿富汗 印度 尼泊尔 这算是南亚 对不对 然后咱们聊的是东南亚的问题 但是王毅说的是整个亚洲的事情 亚洲不是棋子 亚洲不是棋盘 他是把整个东南亚也包在亚洲里面说这个话 而且王毅访问完印度 印度对于东南亚也是有影响力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要玩印太战略啊 大家得知道啊 印度对东南亚来说的话也有影响力 不管是好的坏的 印度也有一点影响力 总而言之 大家得了解这一点 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世界啊 美国呀 真的是啊 你想要做事情做不了了 拼命的想要在亚洲搞事情 你啊 乌克兰俄罗斯啊 这场战争你还没有解决呢 你耗在里面 你把自己国家信用耗掉 你把你自己的盟友耗掉 现在回头还想在亚洲搞事情 搞不来呀 不管你的国家实力如何 比如说美国说要制裁什么东南亚的 这些太阳能设备的这些工厂 制裁这些东西啊 可以没问题 但是你国家实力不行了 最后就算你用小聪明 把李显龙掉去了 哎 掉去了 这个美国 结果李显龙也是不咸不淡 跟你说这些话呀 让你没有 让你美国没有理由 跟我掀桌子 跟我东南亚掀桌子 所以说你美国现在真的是啊 真的是没用了一种状态了 可是他又想拼命做这些事情 其实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小心美国做一件事情 就像我以前跟大家说的 美国现在没有能力做好一件事情了 但是美国有十足的能力能够毁掉一件事情了 大家都在小心美国做做毁掉自己啊 毁掉大家的这些事情啊 所以说面对美国还是比较小心翼翼的 毕竟嘛 世界的GDP第一位对不对 军事实力还是世界的第一名 虽然说你的国家信用不行了 虽然说大家也看透了 虽然你美国现在已经做不到说到做到那种事情了 你天天跟我玩均有戏言 所以说呢 美国现在没有没有这种信用了 但是 但是你美国现在啊 对不对 还想做这些事情 我们是如何来看待美国呢 实际上其他的国家来如何看待美国呢 那就是小心你就完事了 慢慢的把你推向外面就可以了 其实这也就做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中国现在主要做的就是把美国的影响力从亚洲挤出去啊 王毅这一次巴基斯坦啊 阿富汗啊 尼泊尔啊 印度啊 这次之行 大家看到了什么 南亚也比较稳定了呀 对不对呀 巴基斯坦 印度我都是连着访问的 然后的话 这两个国家本身有矛盾 但是的话 王毅去这两个国家都获得了不小的收获呀 对不对 起码是好脸 咱们都是合作的这样一种关系 起码这个事情完成了 大家就可以看到 在亚洲 中国的地位慢慢的就起来了呀 对不对 亚洲南亚现在这一波比较稳定 西亚对不对 然后沙特 沙特什么 那个阿联酋 不接拜登电话 对跟美国有点翻脸的意思 然后中 然后中亚 中亚这边呢 大家也看到了什么上海合作组织啊 起研组织啊 对不对 不可能跟中国翻脸 然后的话 东南亚本身就跟中国关系比较亲 然后的话 那个什么 那个美国想要挑事的话 东南亚这边 大家也看到了 李显龙不嫌不淡的应对美国人呢 然后就剩东亚了 对不对 东亚 日本韩国 但在日本韩国又能如何呢 整个亚洲都在改变 然后日本韩国能做什么样的改变呢 改变不了了 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美国在亚洲还有什么影响力 尤其是亚洲只要稳定了 美国的印太战略会不会成功呢 没有办法成功了 美国现在小聪明是有的 能知道某些国家身上担心哪些事情 但整体战略他已经完成不了了 印太战略 印度你怎么办 对不对 你印度你怎么办 对不对 你美国挑起俄乌这场战争 看起来很聪明 很聪明 对不对 然后如果俄罗斯展示好坏坏了 那欧洲就站向美国这一边 美国经济问题解决了 对不对 结果没有想到走到今天这一步 而且还直接得罪了印度啊 印度说我站第三方 我就是中立的啊 我中立的 大家得知道啊 印度这个国家真的很有意思啊 然后的话 为什么印度选择中立 之前跟大家讲过 但是今天再给大家多讲一条 因为什么 原因非常简单 中国在联合国直接就跟美国硬钢啊 虽然说大家看到的不是对吵啊 吵架这种硬钢 中国的态度很硬 对不对 你美国说要谴责侵略啊 那个什么谴责俄罗斯 支持乌克兰 美国这样说了 中国说的什么呢 要和平 要谈判 对不对 尊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也尊重啊 有些国家对于自身安全的考虑 然后的话解决这场问题 要俄罗斯乌克兰直接谈判 然后根本性解决问题 要俄罗斯跟欧洲进行谈判 中国这个立场 往这一立 立棍了 你美国挤了 大家真的是得理解美国人 很多很多的朋友觉得美国很可恶 但是啊 某种角度来说啊 咱们理解美国人 为什么叫理解美国人呢 因为中国太硬了 你知道吗 对于美国来说太硬了 你这硬的真的是让美国生气啊 真的是这种状态 我美国现在正在演戏呢 我演的正爽呢 我把这个战争调起来了 然后按照我的节奏走 你看俄罗斯打仗了吧 打乌克兰了吧 对不对 这个节奏起来了 然后我下一步就是在联合国 联合全世界的国家 谴责俄罗斯 对不对 然后把俄罗斯打到的越坏越好 对不对 然后我美国正演着正欢的 你中国这个时候冒出来了 拿根棍往这一立 对不对 然后你要和平要谈判 你把真实能够解决这场危机的方法竟然讲出来了 我不恨你恨谁啊 但是大家也理解一下美国人啊 美国后边就持续的说 我要制裁中国 我怎么着 结果自己偷偷摸摸啊 是是是跟制裁相关 解除了中国商品的关税啊 然后他必须要说硬话 对着中国拼命的说硬话 骂脏话 结果没用 全世界看在眼里 你美国急眼了 那么真的是急了 在中国这个问题上面 中国说你跟说跟你美国不一样的话 明摆着跟你美国唱对台戏 你这边要求怒俄罗斯 中国这边要谈判 对不对 中国明摆着要唱对台戏 你美国没辙 你剩下就是骂 对不对 我要制裁中国 制裁中国 制裁中国 结果呢 大家全世界都看在眼里了 你美国解除了中国的商品的关税啊 对不对 美国的形象急转直向 然后 然后印度啊 印度看到了这一点 中国得罪美国人没关系啊 对不对 中国得罪美国人没关系 我印度也得出来冒个头 对不对 我啊 我中立 对不对 我中立 我跟你美国不一样 我印度也是早早就有中立了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你美国能怎样 你把印度 中国全力成敌人吗 对不对 美国现在已经感受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了 就是全天下都是他的敌人了 印度跟他不一样 中国不一样 非洲第一大国 南非不一样 南美第一大国 巴西不一样 欧洲的第一大国 然后的话 咱们就说法国 德国 对不对 德国本身就不一样 法国现在说我要离拜登远一点 你美国还怎么混呢 现在调什么东南亚的事 你能调得起来才有鬼呢 这些政治人物没人傻的 虽然说你美国很聪明 哎呀 那个什么要制裁东南亚的什么天然气设备 没用了 就像我一直以来跟大家说的那样 美国如果说国家实力强的话 他用一些小聪明 他可能啊 真的是就算不用小聪明 大家都得听他的话 再加上他又会用一点小聪明 他就赢麻 但是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 全世界纷纷站起来了呀 大家真的是要好好想想这个世界的格局呀 欧洲的德国法国对不对 站起来跟美国不一样 非洲的第一大国南非不一样 南美的第一大国巴西不一样 亚洲的第一大国中国不一样 你说你美国在哪个州 有纯粹的自己的朋友啊 之前我跟大家说 有些朋友还觉得不可能 你知道之前跟大家说的什么呢 就是说你美国现在跟伊朗搞核谈判 跟委内瑞拉缓解关系 以后你美国往外一站 就是原来你美国嘴里面说的那种 邪恶周心的国家 全变成美国的小弟 然后欧洲的德国 法国 中国 然后的话 在外加上南非 巴西 这种都是啊 体面的国家 都跟你美国不一样 你美国就变成邪恶头子了 大家想想美国现在是不是遇到了这种状况 美国走不出去了 大家发现没有 美国在这些问题上完完全全走不出去了 在东南亚搞事情搞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对不对啊 东南亚不会选择你美国的 然后的话 王毅只不过说了一下亚洲的问题 你美国都得想尽一切办法 把李显龙弄去美国 要跟李显龙谈什么俄乌问题 其实明白着 就是想让独南亚站队嘛 结果王毅根本就不提这一茬 不提东南亚这三个字 王毅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亚洲 大家得知道这话多硬啊 现在亚洲一盘旗啊 你美国自己好好掂量掂量 亚洲一盘旗啊 对不对 东亚 南亚 西亚 然后的话 中亚 然后东南亚 对不对 全都站在谁这一边 是你美国这一边吗 你像亚洲一盘旗 你动一下新加坡 我动的是整个亚洲啊 你美国自己好好想想 你还有未来吗 其实大家就可以从这些新闻来判断 未来会如何吗 中美博弈会如何 其实这些答案都会有 都会有答案 大家看在眼里 只要现在没有什么 发生根本性的大变化 这些东西不会改变 但是如果说啊 咱们往小里去说 咱们判断亚洲的局势 对的 咱们不判施 不判断世界格局的局势 判断亚洲的局势 大家可以想想 中日关系 中韩关系 包含两岸关系 它到之后会变成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他 包含像日本 韩国这些国家 他不是傻子啊 为什么日本会选出岸田文雄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为什么韩国的尹西岳 天天啊 那个什么选举的时候 嘴硬的不得了 就像我跟大家说 刚选上来的时候 尹西岳 再嘴硬没用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 整个亚洲的格局都改变了 这些中韩关系 中日关系 它又能如何呢 咱们自己慢慢看下去吧 这个世界啊 美国呀 真的是啊 往下掉 掉慢一点 对不对 黄老爷 别出大问题 我们还得去您家里边 对不对 开开心心的 看看您有什么家具呢 大家好好想想这个事吧 好吧 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了啊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打个新铃铛 谢谢大家吃饭啊 再见